日本陆基防空警戒系统属于航空自卫队管辖 由28个固定雷达警戒队和12个机动雷达警戒队组成 此外,日本航空自卫队还建有9个雷达监听站 意图对中俄、朝鲜半岛、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实施监听 而且日本在第一岛链的重要水道上还进行了重点部署 如宫古海峡就部署有日本最先进的防空雷达 在距离我国的钓鱼岛最近的云纳国岛也部署了一个雷达监听站 针对性不言而言 日本此次打算部署机动雷达警戒队的小利元群岛 与美国控制下的马里亚纳群岛共同组成所谓的第二岛链 美军在亚太最重要的基地关岛基地就隶属于马里亚纳群岛 小利元群岛原本部署于日本重点部罚的岛屿 这次看似是加强国土防空 实则配合了美国近年来强化所谓第二岛链军事部署的趋势 加强对华封锁之意明显 而且美军在该群岛拥有两处军用航空设施和航空设计靶场 同时该群岛还是美国的一处潜在的核武库 据日媒原以美方解密资料称 美国在归还该岛前曾与日本举行了秘密会谈 其商若中美发生核战争 美国将把核武器带入小利元群岛 日方对此将给予配合 虽然理论上日本能够对周边空域 特别是海峡要道实施不间断监视 但其现役70%左右的对空监视雷达 采用的是近40年前的技术 仅有30%的雷达站部署了新型雷达 总体来说技术老旧 探测精度较差 电子对抗能力弱 最重要的是重点区域分散布置的陆基雷达站点 在战时必将是首选打击对象 由于缺乏体系防空的掩护 生存能力十分脆弱 由此可见 每日实现所谓封锁的想法分美 但实难如愿